是什么刀片 看起来这么锐利 瞬间就把这么高的杂草割平 啊不是刀片 是绳子 尼龙绳 接下来要看一看 绳子是怎么割草的 为什么国内外的荣夫 都喜欢用绳子割草呢 事情一定有原因的 我们将一一的详细说明 这是割草剂的转盘 过去我们都是用刀片 除了危险 还有刀片叫贵 炖了要魔力 花时间及金钱 所以很聪明的人 发明了用尼龙绳 来割草的技术 果然好用 一根绳子各种状况 各种石脚都能使用 用绳子割草 经济又安全 更换绳子很简单 绳子的长短 可以根据需要来调整 这里是石头的围里 割得干干净净 如果用刀片 根本不敢靠近 不用说要去割它了 有石头的地方 万一刀片断了 或者弹起来 都是极危险的事 紧张之下割草 也很快会精品力竭 这次网市旁边的杂草 网子埋在地下 包片割草 一定会割到网子 一定会被勾破 网子是非常昂贵的 这里是田崎旁边的塑胶挡图板 用刀片一割就会破 割一次草就破一块 哪有这么多钱 再买挡图板呢 这是电膏粽子机座用的塑胶挡图板 杂草沿着挡图板熬生 割草一定会割到挡图板 用尼龙绳割 板子不会破 所以用绳子割草 死角都能割到 又安全进去 此外绳子较轻 割草感很长 提久了较不累 刀片会较重 分享到这个地方 谢谢各位